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在今天的节目上面呢又回到了我们分享书籍的单元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呢其实是在前几周也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简单思考这本书 这本书是来自天下文化出版由日本的LINE前CEO 深川亮先生所著作 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本书里面的其中一个篇章 其实这一整本书呢都是来跟我们分享跟极简有关的工作术 那书本里头的每一个篇章呢都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读起来呢比较不会有那种连贯性的压力 那我个人蛮喜欢读这一种书籍的 今天想要就里面的其中一个篇章来跟各位做分享 这篇章的标题呢叫做成功就是要不断的断舍弃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断舍离的意思了 那究竟作者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子的概念 我们看看作者怎么说 作者在书中说呢 废除按年资备份升迁的人事制度 这是我接任社长后首先提出来的方针 人是很软弱的 待得越久 领得越多的制度 无法使人为了满足使用者需求而拼命的工作 这就是我下定决心改变薪资制度的原因 不问在值时间的长短 将薪资优先给付给为使用者提供更大价值的人 读到这边呢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自产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共鸣 不晓得这样说会不会被骂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公司 养着许多的笼原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灵规则》 这本书呢也是天下杂志出版的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其实是Netflix 这个网络线上的影音平台的 这个创办人之一 他所撰写的一本书 里面主要是在讲Netflix这个平台 他们治理的一个成功的诀窍 或者是成功的这一个方法 他们公司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企业文化呢 就是人才密集度 他们不断的在提高人才密集 也就是他们认为有很多对公司的这个成长 对于业绩没有任何帮助的这些员工呢 就应该要被淘汰掉 也因为留下来的员工 每一个在工作上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 他相信也认为这些员工能够互助 透过互相的support互相的学习 他们可以为公司创造更高单位的这个绩效 那我个人自己在职场上面有一段时间呢 我也深受到这一种 在公司里头有些人的态度比较消极 比较被动 然后常常喜欢白老的这一种员工呢 所害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平常工作一分假设 但是因为这些人呢 不断的是当啦啦队的拖垮成个团队 所以我经常自己也必须要被分担到 去support这些人的状态 而拖垮了我整个工作上面的绩效跟表现 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这边讲的 心有气企业 但是不仅止于此 我们看看作者接下来怎么说 他说 不过光这样是还不够 因为企业必须要持续创造出新的价值 研究过去的企业新衰时 他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法则 就是一层不变的企业只会走向衰退的意图 尤其是在网络产业 是产品十分容易被复制的世界 只做同样的事情 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 模仿显得落伍 可以说如果少了持续创造新价值的基因 那么就很难的生存下来 于是作者在2009年的时候 成立了NHN Japan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是Hangam Japan的公司的后继公司 也是LINE这间公司的前身 他将工作的内容切割成 负责创新产品的创意工作 以及改良精进成功产品的改造工作 重点在于发挥创造能力 制作出热门产品之后 他就要把这些产品放手 交给改良部门去精进 做进一步的改良 其实他有发现 一般的人对于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 这些不错的产品 通常都会爱不释手 很希望说在自己的手中做改良 然后不甘心就此交给别人去处理 然而他觉得他会请原创者必须要放手 并请改良的部门 努力的创造新的价值 换句话说便是要不断的断舍弃成功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这种态度可以成为公司的文化 其实说到这边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过去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以前的节目也跟各位分享过 我断舍离掉的一些我的冠军奖杯 我之前是一个舞蹈老师 所以在过去的这个经验里头经常参加比赛 有几次得奖的经验 那后来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我就将这个奖杯给断舍离掉了 我想我们在人生的求学过程中 可能偶尔也会有可能考试 得了前三名的这个经验 或是参加任何的竞赛得名的这个经验 那我觉得这些奖杯奖状也好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它确实是当下的一个肯定 但它不代表的是我丢掉了这些奖杯之后 我就没有那样子的舞蹈技术了 我觉得这些技术它是不会被带走的 但也不能够以示着有这些奖杯 有这些得奖的经验而不思长进 原因是因为如果当你单逆 沉溺在这一种光环之下 而没有去再做练习的话 每一个舞者都不断的在进步 都不断的在学习跟成长 那么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知道 这个程度就是会被拉出来的 就是会有落差的 你不可能再是第一名了 所以就像是龟兔赛跑一样 如果你不进步 那么你就是在退步之中 而这些进步与退步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 那个成功的光环给断舍离掉 我们可以开心一下 但是我们要继续往前迈进 作者说这是一条非常险峻的道路 但我认为不断的断舍器成功 有助于一个人的成长 挑战新的事物 失败的风险自然大增 所以才会执着于过往的这种成就 因为他认为大家都觉得 不想要冒这个风险 那这样就很容易让一个人变得比较守城 并且开始坚持持续用着相同的做法 但是在这段期间 不但新的技术会陆续的被研发出来 使用者的需求也会不断的改变 就是市场会有很大的变化 等到有所醒悟的时候 哎呀来不及 早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就会被淘汰掉了 因此最好就是要不断的断舍器成功 那么就算形势很严峻 也要持续的挑战 创造出新的价值 这便是不断提升一个人市场价值的唯一方法 我个人觉得在生命中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也是 套用到人生的方方面面 也是如此 举例来说 就算我们进入了一段关系好了 我们跟我们另外一半在一起 也许一开始 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新鲜 非常有趣 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在一起了 这种稳定的感觉 而开始慢慢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颓废 越来越懒惰 没有再好好的去经营 没有好好的去关心 为爱而付出的话呢 你就觉得只是想要当一个taker 不再当一个giver 不断的去付出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让这段关系 变得越来越无聊 如果你没有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让自己成长的话 我相信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有不断的成长的状态下 那么你们的距离就会越拉越远 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任何方方面面 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一句老话吧 就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作者说当然每个人对于 自己是否能够一直成功下去 多少都会感觉到不安 更何况越是崭新的事物 越有可能失败 应该有不少人会因此的感觉到挫折吧 不过坚持到底 不断努力 终于获制成功的时候 便会产生信心 这时候才能蜕变成真正优秀的人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点点压力 如果一直处在一种 好像不断的重复的去做着相同的事情的状态下 你就会变得好像一个机器人 每天很Ruteam的去完成一些事物 就没有挑战 挑战必然会有压力 那适当的压力确实会带给我们成长 当这样的困难或挑战被突破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可以从中得到自信 由这样子的人掌握主导权 公司就会强盛 他指的就是有这种企图心 不断的在断舍离掉他过去成功光环的人 因为守成的人是没有力量的 公司若让坚守过往成就的人掌权的话 就很难打破既往的成就 创造新的事物 新事业开发部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什么一定要成立新事业开发部门呢 原因就是现有的部门不想挑战新的事物 再加上他们手中握有大权 新事业开发部门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势 很快就会被击垮 这种案例应该很常见 与其如此 最重要的应该是建立起企业的文化 让最优秀的员工不时的创造出新的价值 要不断的断舍弃成功 不能只想着守成 并持续的授权给拥有这项简单信念的员工 我认为这才是打造真正强盛公司的方法 最后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之前在听吴淡如所主持的人生实用商学院 Podcast的时候呢 所得到的一个小故事 他跟我们分享到说 一个苏联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一个舒适圈的图形 它是三个同心圆 最内圈呢就是舒适圈 中间那一圈呢叫做学习圈 再往外一点呢就是高风险圈 那怎么样离开舒适圈呢 其实他说 从学习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 往舒适圈外面去退进 当然也许有些人因为 遭逢很大的挫折 人生的聚变 可能会一下就跳到所谓的高风险圈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接受这么大的这种压力 所以如果我们每天 可以保持一点学习的动力 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 尝试新鲜的事物 我想我们都能够从舒适圈离开 而这样的好处可以带给我们的 绝对不只是学习到新的事物而已 在你接触到不同新鲜的事物 不同的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自己的思考 或者是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 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 或许它就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掉 原本我们自己 一直打不开的解 或者是可以带来更多的灵感 更多的创造力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可以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我们下期节目见啰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